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大家好 我是丽夏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和我一起来享受一下园艺的乐趣吧 国际惯例先去喂下鱼 来吃的来咯 别打架吃 再去这个花园看一下 本来今天是不打算去看西瓜的 但是我发现这个西瓜长得实在是太快了 一天一个样真的是又大了很多 所以冷不住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这个西瓜 大家看是不是大了很多 跟我的手指做一下对比 但是我仔细观察一下 我也发现下面有点扁没有那么椭圆 可能瘦粉没有瘦得很均盈 再来看一下上次移了喂的这个猕猴桃 看它的这个侧芽是不是长得很茂盛很茂盛了 哇好多侧芽哦密密麻麻的全部都是 感觉今年都有可能把这一个竹子柵栏给它爬满 这种绿油油的感觉真好 尤其是在这个夏天 再去看一下那个玫瑰国度的天使 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它都开出花来咯 这种红通通的是不是很漂亮 这个月季花还是春天开的花最漂亮 夏天开的花好像普遍都比较小 有一些又还开不出来 再去看一下这个百香果给它挪了位置之后 真的是长得很快哦 看 有一根最高的那个枝条 它都不往这个绳子上去爬 但是我发现它那个虚虚会拉到这个绳子 应该等它如果再高一点支撑不住 它自己会往这个绳子上爬吧 这个夏天是这个百香果生长的旺盛期 所以啊这个生长速度看的都熄了 还有这下面的这个向日葵 好像要不了多久可能要开花咯 再去看一下这个云月菊 云月菊种下去都没怎么看它 好像现在开花了 看到没这个营业菊开的是这种淡淡的黄色 黄色的花 这个花单看是 不是很漂亮 但是配上这个银色 是不是还不错 这个营业菊在夏天长得还是挺快的 不怕高温也不怕晒 旁边的这一个死菊子叶子都有点晒焦了 而它的花 看到了没有一点这种省上 而且下面还冒了很多小的出来哦 对吧 那么多长来给大家看 对吧 我现在加上眼前的爱情 那些人感到有一点 如果我们的部分我们就能复制下一个 她们掌握一下 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 可以摆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